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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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能够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让我们懂点量子力学 我们如果是从1900年普朗克最先给出能量量子化这件事说起到现在是120年了 120年了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就是一般受教育者的知识标配了 就是你讲课中的这个观点才产生了这一集节目 就是说每一个历史上每个时代的人 你都有一个基本常识 不管你是哪个行业 比方说可能在这个古代的某一个时候 你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 这基本上是你作为一个公民应该知道常识 如果不知道你就会很可笑 对吧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量子力学这事可以一聊呢 不光是我自己感兴趣 我发现现在这是一个时尚话题 是吧 无人不谈量子力学 律师不绝 量子力学 对啊 就是从曹老师进来到现在几个小时间 我听他跟你聊天 曹老师一般会说第一句是什么 不是这样 就是你可以想象像我们这个知识结构 我们已经形成了大量的谬误也好 或者叫那种偏见 就是我们自以为的那种东西 其实都是错的 其实是这样的 就这个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 就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 其实我们看一下 到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们基础教育就是刚好讲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那会儿的 这个科学发现 然后把之前的 然后有这200多年的断代 对 200多年恰恰是 至少100多年 但是曹老师我有一个疑问 这本书叫量子力学少年版 对 他就给十几岁的少年看的 对 我要看懂这本书 我需要先看懂多少本书 对 他今天一来 光光这两个 我需要付出多少体力吗 不是 付出多少体力是这样子 我昨天遇着 看了一句话 说当年苏联的工业 为什么那么厉害 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很震惊 就是说苏联有丧心病狂的理工科教育 为什么就是说 要丧心病狂的理工科教育呢 我们注意到就是说 真正的树立大财那种成长啊 真的就是少年时期究期的 你比方说我们说 我们电子学听说 麦克斯韦电子学 麦克斯韦 麦克斯韦是13岁就成名的 13岁他给出了鸡蛋的方程 他13岁已经成名了 那么量子力学将来我们会知道 量子力学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数学工具叫群论 发展出群论的 这个叫一个法国人 叫加罗华 嘎鲁瓦 他去世的时候才21 不到21岁 就他这么发展的群 看起来我们必须绝望 不是绝望 反过来就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理工科教育 一定要向当年的苏联 或者是当年的普鲁士 普鲁士学习 就是要办上心病狂的理工科 对 还必须得在那个岁数 这个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为什么在那个中学阶段 咱们现在确实是理解不了量子力学呢 量子力学它入门的 就是它的波动方程 是一个微积分方程 然后它的矩阵描述 是一个你至少是线性带数 学完了你才能懂那个矩阵 什么叫矩阵 那就是微积分和线性带数 这两个作为基础基础的数学工具 你得先懂 懂完以后呢 你能懂量子力学一个最基本的描述 后面当然了 你在各种复利液变换呀 其他那些更高的数学基础项 我们继续学了 对 咱们如果想在中学 就让大家都给懂一点量子力学 就意味着得把微积分和线性带数 这两门高等数学 给移到中学去学 但这个呢 它会对于我们目前的基础教育 确实是很大的改变和颠覆 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基础教育 还是以普惠 就是以所有人都能学懂为基础 那我常常问您 就是说像我跟老六这样的 我们已经这样了 我早已经放弃了 对 就是说生活在今天社会里的 我们这些比如文科生也好 我们这种 谈文理之前的我们的少年们 你先关心一下我们老年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了解量子力学 量子力 了解了量子力学 对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般人 有什么用 有什么 很多 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的这个时代 基本上你用到的器件 今天比方我们在这拍摄 我们把我们的信号图片传摄过去 你背后用到的这些技术的基础 基本上都是量子力学带来的 是这样的 我们人类就是今天不是很发达吗 人类很发达 我们叫什么 叫工业化社会 工业化社会到目前为止 是三次工业革命 加上现在叫工业4.0 它不叫第四次工业革命 但是你会发现 这些它的标志物都是物理学 第一次工业革命 标志性的物理学是热力学 热机的用用 就是蒸汽机 植物机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的用用 所以说它联系的物理学 是电磁学和电动力学 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量子力学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时候 把量子力学用到我们的固体 这种固体上面的时候带来的东西 有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而今天呢 我们进入的不叫第三 第四次工业革命 就进入了工业4.0时代 你生活的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 一个工业化的时代 它就是前面三次工业革命叠加来的 你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人 你应该问 什么地方用不到量子力学 几乎没有了 量子力学在上世纪 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是什么呢 就是半导体 我们现在不整天谈芯片吗 对对对 芯片我们有时候有人会加一句话 叫半导体芯片 在半导体概念出来之前的时候 我们关于这个物质导不导电 我们的分法就是两个简单的说法 导体和绝缘体 对不对 对 没有半导体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不知道 什么导电不导电的原理 你看 这就你看 这个 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你学物理的底子非常好 这个问题一把就问到点子上了 我都不知道 就是在从前 我们在电子学时代的时候 我们只知道什么叫导体 什么叫绝缘体 而且你会发现 大自然是 非常非常对我们人类是非常 怎么说呢 非常善意或者说给我们恩惠的 我们的这个自然 大自然界里面的我们的土壤里面 是有两导体的 金银铜 导电 是两导体 而且最重要是它在大自然那个土里 那个石头里是有成块的 直接拉出来就行 对 你发现这个很神奇吗 这是个很神奇的事情 有着这些导体 然后我们就是发展出电磁学 对 发展出电磁学 现在我们回到量子力学 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出的时候 突然才明白 为什么有些东西是导体 有些东西是绝缘体 为什么呢 那个东西就有一个理论了 叫能带理论 我就没法跟你讲 能带理论 但是可以 绝望了 不不可以讲 好像未来实际 袁卓派的选题都够了 是吧 曹老师 一堂一堂的讲 那当时你注意到这个地方 导体和绝缘体 半导体是什么概念呢 就一定要记住 半导体不是导体 半导体是做了变性手术的绝缘体 哦 至少这比喻全能听 安静听 那么它导电的性质 它导电性质上会有差别 您得把这个翻译成 我们能听懂语言 那您日常的工作中 您和真正您的同行交流的时候 那我们就直接 那您的工作中的占比 就那种 用那种语言多 还是用像跟我们说这种 应该说是 用这种普通语言的性质多 因为这就是相当于什么 就像武林事实上似的 真正的武林 如果是进入到一定 就有一定功夫的时候 互相是不打架的 就是相当于我一握手 咱就分出胜负了 打什么呀 就一张嘴 人家就知道你的水平深浅了 你跟人摆扯什么呀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警方你能回答 假如说现在有个 特别聪明的人坐在这里 比如说诸葛亮 你能跟诸葛亮解释清楚 什么叫互联网吧 就真的诸葛亮坐在这 他非常聪明 决定聪明 不 这个任何事情解释清楚 他都分成 你是听明白层次 和你是能去做层次 所以比如说跟诸葛亮 他坐在这 跟他解释说 互联网能让我们 现在全世界的人 及时沟通 这个他肯定不是明白的 但是你跟他讲说 什么叫这个TCPIP的协议 他就困难了点了 但是你再把这个 更底层的 说这个光纤里面的物理基础 是什么 跟他讲明白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现在一个九岁的小孩 他的知识储备 已经超过诸葛亮 好多倍 刚才这个警方已经说了 就是我们教育 首先我们应该是不会的 就是我们要有义务教育 但是呢 我们每个年龄段 就有两千万人 我相信里面 实际上有很多聪明人 他这些聪明的孩子 是一定要应该受到 这个 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得多干点活 就要受到丧心病狂的 这个 理工科的 理工科教育 那么这个理工科 如果有好老师 效果会有多好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抱歉啊 俄罗斯有个小孩 叫埃德瓦·弗安克 这孩子15岁的上高一 数学差得一塌糊涂 给他妈愁的哟 结果他妈有一天 在街上就遇到 他们那个镇子上的 中专学校 一个数学老师 跟他抱怨 我们家儿子上高一了 那个不愿意学数学 那个差得很 愁死我了 这个同事说 把你家儿子 到办公室 我跟他聊聊 结果聊了几句 发现这孩子 其实很有数学天分 那么这时候 他15岁的时候 这个老师 准备教他 一个俄罗斯的 一个小镇上的 上高一的 就是数学 让他妈妈 非常头疼的一个少年 21岁的时候 是哈佛大学 数学系的教授 嗯 你能想象 一个高一的孩子 数学头疼的时候 有的老师 是有本事 把他六年以后 交成哈佛大学的教授的吗 那还是这个老师厉害啊 对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孩子里面 不缺这样的聪明 但是被浪费的太多 对 被耽误了太多 之前一直有一个说法 说爱因斯坦数学不好 这就是下个 他有这个一些物理学的idea 他还得找数学系的同学帮忙 但是他自己所谓那个数学不好 那都是在这个全世界 寥寥无几的这个顶尖天台里面 跟谁比 他觉得可能没有当时的大数学家数也好 但是其实我看过爱因斯坦 他这个大17岁他上大学 入学的那个一些测试期 然后当时就是解这个挺难的 微积分的题目 这我上完大学 微积分我可都解不出来 那个爱因斯坦 他中学毕业上 上波尔尼大学 这个地方得 就是难度系数 人家理解的和我们理解的都一样 这个地方你得把那个原文啊 就是要 就是我 就是说我们说讨论问题 你不能抠两个词在这儿讨论 我们现在说 谁说爱因斯坦数学不好的 那是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大学的 有个数学老师叫明科夫斯基 明科夫斯基数学很好啊 明科夫斯基不是数学好 那是顶家 有一个有一句话 叫全世界的少年们 打起背包到哥廷恩去 哥廷恩大学 哥廷恩大学学数学 那是世界数学中心 因为那地方有希尔波特 但是记住了 希尔波特和希尔波特的前辈 菲利斯·克拉尔 以及和希尔波特 几乎差不多是同龄的 菲利斯 刚才说的 海尔曼明科夫斯基 这是 哥廷恩数学学派的三驾马车 他说一个人数学不好 对 就是说当我们说爱因斯坦 数学不好的时候 我们得先说清楚 谁说他数学不好的 这就等于那个 洪七公说黄耀师内力差点 对对 就是这意思 上一周 101中学给我带来一个五年级的孩子 让我面试 这个孩子已经学完同级大学的微积分了 让我现场考到一个定级分 真做得出来 就是不管他将来学文科还是学什么科 你觉得他们都应该学微积分 必须 为什么必须呢 为什么必须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比如我现在在我的生活和工作当中 我没感觉到什么地方要用微积分 我觉得我们所处的这种庸长的生活中和现在的前沿的科学之间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我现在回答这个文涛的这样一句话 就是他说他用不着微积分 你知道你为什么用不着微积分吗 因为有会用微积分的人 不是因为你不会 您这就给我制造焦虑了 但凡你会微积分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世界里面是到处用微积分 比如说 你自动把这个世界关闭了 比如说我如果会了微积分 我的人生将怎样改变 那比方说也许你也不当主持人去当物理教授去了 那好像 不就是一个意思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有人会跟你说 我学这个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的正确 我给这个问题的标准回答都是 你先学会了 咱们再聊好吗 因为你学会了以后 你自然而然你的生活里会有用它的情景 很坦诚的讲 就有的时候我们吧 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还是揣着糊涂装明白 我觉得我对量子力学是如此的感兴趣 以至于呢 我一点也不想学习数学 我就是想呢 我看了很多诺贝尔物理学者写的 这个量子力学的科普著作 我就是想能不能用文科生的语言 让我弄清一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就是什么呢 你说 说到底就是 事物的本质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 说实在的是灵魂里的一种冲动 我可以不明白怎么算 但是我要知道它是什么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我看了一本书叫万物理论 作者是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什么什么切特 什么什么维尔切特什么的 是他吧 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对吧 好 他在里面一段话 我为了怕你们说我不懂张董啊 我近乎于背诵它的原化 这个原子啊 它的质量主要来自于原子核 对吧 他说而这个原子核里头呢 是质子啊 中子啊 胶子 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几乎相同 中子比质子略大一丁丁丁丁点 对 他就是说这个原子核的质量 是怎么形成的 质量是什么 对了 他说这个胶子呢 没有质量 没有质量 他说那怎么会产生呢 产生质量 对 因为它的速度 它一直在运动 这就是爱因斯坦 您说的这个 一等于什么爱因斯坦 那是说能量 这个质量产生能量 反过来这个公式就是 能量也能变成质量 对 所以他就说 你看 这个胶子是没有质量的 但是它运动的能量 使它形成了 但是我看刚才你说的时候 曹老师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为什么 没有 他说的 他表述到目前为止都是对的 我在考虑怎么给他说 讲清楚 他就说 他构成了这个质量 然后他下边画风一转 那边接着就说 他说 在中国这个古老的这个哲学里 中国人特别喜欢讲气 他说甚至是有人修炼 有人修炼这个气啊什么的 他说其实他们不知道 我们的身体里本来就有气 这是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 就是我想 哪怕让我在一种文学的想象上 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 就是物质的这个本质 比如说它 它是没有实体的 它是一种能量 好 我现在努力想待会跟你讲清楚 你能了解一下我的心声 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质量起源的问题 就质量起源最后到顶头 上给你例子 就会是 最后归结到一步 说质量不是来自于质量 来自于那个能量 说那个能量 他比方说 他愿意把气联系在一起 就是这个意思 那好 我怎么跟你解释这个清楚呢 那我们从大的地方开始 我们假设这是 你回去 如果你掰一块干馒头 剑吧 我不是要吃 现在你看 我试图想把它掰出来一块 掰成两半 我们假设想把它掰成两半 对对对 你会发现 你如果把一个东西掰 这个大的东西 一块掰成两半的时候 你把这两块质量加起来 你会发现 比你原来刚才整的这个质量 总是少一点 对吧 这可以同意 总是少一点 OK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 在原子核层面 我们是怎么找的呢 我们突然发现 把一个原子核 就有点像一个 一个干馒头 我现在想把它掰开两块 结果你发现掰出两大块的时候 这两大块质量加起来 比原来的一定要少一点 那么你就知道 一定有小碎末 对啊 小碎碎 掉哪去了 对 这小碎札 你看啊 再掰一个 再掰一个 这个因为我很难 这个东西很难 就掰成两块 因为它很难 就掰成两块 对对对 你看这算掰成两块了 就掰成两块了 还有几个小碎札 原子核里面 一旦掰出来 剩几个小碎札 那小碎札是中子 那个中子速度是非常快的 对 就是说那个中子的质量 对应的能量 加上它的动能 再和这加起来就对了 就能对上了 你看这时候就已经表现出 能量的问题了 就是什么呢 我这个原子核本来是 速度很慢的 但是你把我这个原子核 如果掰开的时候 我这里面能跑出几个小碎末 这个小碎末速度就很快 对 而这个就是我们核武器的关键 哦 这就是核武器的关键 国家秘密今天都跟我说了 对啊 那么 现在跑出来是那一个中子 是吧 那现在我们在研究 掰中子的问题 嗯 中子还能掰吗 哦 夸克 夸克 哦对 其实胶子是在夸克这个层面 对在层面上呢 就说那么它如果是质子和中子碰撞 或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就出现刚才的问题 就没有那小碎末的事情 刚才我在这么大的层面上呢 嗯 我掰的小碎末是 我既有质量 嗯 同时它又携带着动能 对 但是到极端情况下的时候 就是说 它是属于 就是它没有静止质量 嗯 但是它还是有 怎么能够 你看你能 你像我们 你能想象没有质量的 这个是什么 光就没有进去 对啊 对啊 这个实际上就会涉及到 就是现代物理 它就为什么要一层一层往下掰掰掰 就总想知道说 最深处那个最核心的地质是什么 就是你刚才说的物质的本质原因 就是跟你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困扰所有人类 大家都很想知道嘛 那么质子和中子往下去去掰 但是三里东西就出不来 对出不来 这个我是说从理论上掰 就是理论上大家分到夸克 但是现在就是再往底下 就是这个最最核心的 大家其实还没有真正的达成共识嘛 但是就是越往底下 科学家就会发现 出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粒子 它都是那个静止质量为零 但是你就会在这个实验室的 这个碰撞啊等等 看出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些 它有些寿命还很短 这些粒子 那就会涉及到说 再往下 再往下真的最核心是什么呢 会不会是根本就是空的 就是这个没有质量的 全是这个运动能量的 这个还不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就是全世界做那种 特别大的这个对撞机 然后其实也就是想要解开 这个粒子最深处是什么 但这个微观粒子 真的就已经不是这么一个 有实体有大小 你一看就是个粒的这个东西 就是当我们追究 这个微观世界下面 是怎么构成的时候 这个逻辑链是由不得 你随便往下问的 为什么呢你看 它已经反常识反直觉了 对待会跟你讲 不是反常识识反直觉 它就是有反常行为 你看 我跟你说的它都不是 我跟你举一个简单的意思 比方说我们 不是 我跟你讲 我们中国的古代哲学里面 随便就给你来一句 所谓的一吃之锤 日取其半 然后怎么怎么的 你看说的这句话 好有道理 对 其实没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 现在就要问一个 当你说日取其半的时候 你要告诉我哈尔伯 怎么个日取其半 对 拿刀 哦 我看拿刀 好 这就是物理学的 基本的研究方式 拿刀 对 当我的一个西瓜 和我的刀碰撞的时候 西瓜变成两三半 对 而且每一半 比原来的东西小 我说我成功的分了 并且把研究 推到了下一个层次 这个合理吗 合理 合理 那么你接着往下追 我们的接着往下做 我西瓜籽和西瓜籽碰撞 又碎了 我又进入到 第二个层次 结果呢 可能就到分子的层面了 刀得特别特别特别 不是 刀你只能是进入哪个层次 就拿哪个层次本身当刀 对 对 对 我不能拿着大砍刀 永远砍下去 理解的关键 你现在明白 理解的关键在这 就过去庄子讲那个什么呀 就刨丁解牛啊 对 以无后入有鉴 对啊 对吧 但是呢 你不可能有无后的东西 所以说呢 你进入到哪个物质层次的时候 你一想再往下走 只能用上一物质层次的东西 作为刀 或者说 好 这就为什么我们有分子数碰撞 比方说 分子数会碰撞成单个原子 对吧 那么接下来就有什么 用电子去碰撞这个原子 或者用原子核里面 自己主动跑出来的粒子 α粒子啊 然后加速轰击 去轰击别的原子核 我又有小碎片 这个让我们人类认识到 哦 我的原子核里面 质量都在原子核里面 原子核里面是质子和中子 组成的 但是你会发现再往下做一步 你就飞进了 为什么呢 它出现一个反常 这个反常是 当你用两个粒子 加着速度很大的时候 去碰撞的时候 很可能碰撞出很多粒子 可能这碰撞出粒子 比原来个大 哦 我这事就麻烦了 碰出没有的 还是 不是不光是没有 就是这个新粒子 还无所谓 关键是这新粒子 比原来那粒子个大 就像你拿两个西瓜 中一碰 碰出那四个西瓜 四个西瓜 比原来西瓜个大呢 那就是原来那个能量 咱们这一期节目有多长 我觉得 我必须得给曹老师 预定实际的原则 买这个 暂时先照一千零一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就是说 当我们追究 这个物质的层次的时候 它实际上物质层次 自己它会给你 结断在哪儿的 不是你随便说 日取其半 无穷快言 对 它不让你日取其半 那么物质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呢 没这说法 就是我们回答不了 这是像刚才 曹老师讲的 说这个碰撞出来 很多的粒子 其实你就会看到 那个粒子表上 这个什么什么戒子 什么钛戒子 反正就出现了很多很多 但是它有很多 其实寿命挺短的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 可能就临时出了 这么一个粒子 但是这个粒子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 就我们认为原子分子 这种我们常规认为的粒子呢 其实也不一定 它就是可能 一段时间的一个能量包 其实量子力学 还会带来一些 许多知识 有助于我们理解 日常的生活 比如说 比方说 一个正电荷的原子核 和一个负电荷 不都说异性相吸吗 对 那像相吸 那么相吸 你会发现电子 会不会永远靠近它 就是这是正电荷 这是负电荷 氢原子中间就是一个负子 正电荷 而每一个电子 它永远相吸 是不是就无限靠近它 那你会发生 大自然不是的 它不是说两个电荷 就是一阵一副 互相吸引的时候 就要无限靠近 量子力学会告诉你 它有一个到一定阶段的事 要stop 这好像是给我们一个最微观的界限 对 再小了就 但这个东西如果不是有量子力学 你就不理解 那么你看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给拓展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突然会明白 有一些很多道理 比方说 当我跟你宣称 我爱你的时候 咱们是两男的 我们说我们俩是哥们 过去有这种说法就是什么 咱们好得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对 但是还是要注意界限 这不可能 天理就会告诉你 就是一个正电荷 一个负电荷 这种异性相吸 它也有一个 就是说 有一个不可预约的 就是量子力学 有助于我们树立 如果我们的许多刚进入婚姻状态 的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 懂这个道理 真的 我就跟你说 我就说您说这个维尔切特 维尔切特 他讲的 他说他发现的 还有别人 他提出一个词 我觉得真是让我想到爱情 就是在最威力的里边 叫渐进自由 渐进自由 渐进自由 就是说 这两个最小的这个例子 它就打了个比方 像拉皮筋 如果他们想彼此分离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皮筋 让他们在一起 但是当他们接近的时候 他们似乎呢 就各自独立 没有在这种拉力 对呀 你想想是不是好的爱情 你说他对了 对吧 渐进越近 两个人越近 两个人感觉越自在自由 不是不是不是 又又不对了 又不对了 不是这样 是说两个人越远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说一队年轻小夫妻 对 越远的时候心里要挂着对方 对 要有强烈的吸引 但是当渐进自由很近的时候 回到医师之内的时候 反而要 要给对方自由 这是不是 就是属于强相互作用 种子里面的 夸克相互作用 表现出来的 它是量子力学上面 更高一层子学问 叫量子场论 对 是量子场论 比我们的量子力学呢 要深一点 我自己觉得 其实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类比 也不能说谁指导谁 它是能够让 就是把这个 它会不会承认把它 庸俗化 对 把这里面的一个 这个 有一点点像哲学的东西 给它抽练出来 放到其他 就是怎么能够 对量子力学 稍微理解的 更清楚一点呢 其实量子力学 它是关于可能性 和确定性 这个一个拨函数 就描述着一个例子 它用拨函数 拨函数实际上 它是概率拨嘛 就是你一切可能 出现的地方 每一个地方 有一个概率 比如说 这个文涛老师 录完了节目 可能会出现在 北京市的 这个多少个场所 每个场所有一个概率 可能您家的概率 是最大的 那么就是 它是关于可能性的 这么一个拨函数 这样的一个分布 然后真正的话 量子力学说的是 这个 它测量的时候 会测量出一个 确定性的位置 那么其实它是 关于可能性和确定性 您要是跟您 自己的一些心理 就是每天心理的 一个这个去类比 可能会多少 理解一点 就是在你做出 一个决定之前 你这个心理 它可能是想 这些决定 是叠加在一起的 什么都有可能 但是你做出 那个决定的一瞬间 它就会 总有一个 确定性的一个结论 有一点点像 像类似于这个 我看到了 文涛老师呢 茫然又忧郁的眼神 我干嘛 也由于是你 这么假 一会儿就给讲困了 不是 我觉得真的 可能 就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你看 他坐在这 是不是就几十亿个 波函数坐在这 对 其实是这样的 非常有意思 我跟你讲 你刚才提的问题 也很重要 一方面呢 任何科学理论 都有被庸俗化的可能 比方说现在 你知道 网上还有一种 叫什么 现在都出了 好多量子 量子美容 什么量子波动读书 你知道吗 号称是几分钟内 读完一本书 哗 就是这些吧 都是你说 跟量子力学 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有积极的影响的 表现在哪啊 我觉得 你看我注意到 我的画家朋友 比较多 我注意到 我身边的这个画家朋友 都非常注意 当代物理学的 最新进展 他用不同的语言表达 但是他希望从里面 得到领悟 领悟 你比如说 过去中国古代文人 可能是画山水 那山水就是他的宇宙观 他想象这是山水 我那天听一个画家聊天 他说比如说 今天呢 我们也在画山水 他说但是呢 我们人类在这个 当代的这个阶段 对自然的深入的认识啊 会启发我 比如说 我可能会更有兴趣 去画微观结构 比古人画的那个 大幅的山水 更注意微观结构 画了一幅波函数 这个其实前一段时间 我还看过一个科学艺术展 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塑 他就是想要表现那个微观的光子 他就是想表现 那叫玻璃二相性 那个大的雕塑 他就是把那个能量 这个既既粒子 又波的形象表现出来 就是关于光的行为 就这么描述 你会发现 基本上一定会是两项 这两项有一项的解释 更接近于说 你拿它看作波 而另一项 你更是把它看作是一个粒子 而不是说波 什么又表现出是光 又表现是粒子 而且波的这个概念 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波这个概念啊 它来自于水波 波是水皮嘛 对对对 这又是刚回到当中 就是我们的大自然很奇怪 它在暗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 你想想 如果我们的水 波是来自于水 波还说波还说 其实这也都是类比概念 都是来自于水波 水这个东西非常奇怪 为什么呢 水有皮 水波就叫水皮 对对对 醋就没皮 酒精就没皮 醋没皮 我想说皮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是一团水 如果你把拿一刀 比方说把它切 像切豆腐切成两块 不是产生两块新皮吗 水的表皮的分子密度 是比于它体内是大的 它就能形成一层皮 所以就表面张力 它能够 水是有皮的 能把水切两片 就是假设你有个刀 从中间穿过 这不就变成两个 产生两个新表面了吗 这个新表面 它刚才是在体内 它是就是体内的 这个分子密度的标准分布 对 但是你只要把它切成皮 它要调整一下 使得在最外面 表面的时候 那个水分子的密度 要变多的 所以说水皮 它的专业是表面物理 对 所以说水皮 是很有弹性的 所以说我们说女孩子 推弹可扣 是 对 你看我们形容 女孩子好看 都会用水 水 秋波 一 水能够产生波 第二是产生波还不费劲 使得说我这水面上 哪怕有一个小虫 一个小蜜蜂在那 就足以产生 你能观察到的波 这才就是 为什么波这个概念 会贯穿于我们人类的 整个文化 它根本不管你是化学 是物理 是绘画 但是就是这些启示 它最后还是得抽象 抽练成数学 对 数学 为什么得抽练成数学呢 因为就是大自然告诉我们的 这个图像太直观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 它怎么能够既是一个球 一块粒子就是一个球 然后同时又是水波 就想象不出来了 就这两个东西融合到不到一块去 但实际上就是在数学层面上 其实你就会发现 我们所谓这个粒子 就是你去衡量它的位置 它很确定 我这个粒子就摆着 位置很确定 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认为它是粒子 然后什么是波呢 这个波就是一个 它能够去 在往前方走的时候 它其实是可以 就是在多个方向上 它都能够去往前方走 所以在真正看到这个波的时候 实际上是它出现在 每一个位置上的这些可能性 所以它这个东西真的深处 就是这个核心 说我们这一个核心粒子 它就比如光子 它到底长什么样 其实不能拿我们就是看到的这个水和这个东西往一块叠 这个就叠不到一块去 但是你从数学上面去理解就知道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真正量子力学里面 它就会意识到说 我们实际上认为这个东西是什么 都跟我们怎么看它有关系 对了就是它讲的量子力学给全社会带来的五迷三道 还有一个就是说观察在影响观察对象吗 观察影响不影响对象 取决于是用什么观察什么 一个宴会里面 比方做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子 我观察他 人家的女孩对这个老头根本就不care 那么我观察他 身高一米七二 白色连衣裙 带着什么 我这个观察都是客观的 人根本就不踩我 这个层面可能就没有影响 但是呢 如果是一个贪心已久的男孩子 是他们学校的校草 观察他让他看着了 那这事麻烦了 他一定会受他的影响 那好 现在我们就回答一个问题 什么叫观察 观察是我们人类的眼睛的这个功能 对不对 对 眼睛功能说是什么 它是光 对 而且是人眼的光 是只能 人眼还只能看特定的光 对 多少呢 差不多就400纳米到800纳米 这是我们人眼能可见的光 为什么是这个范围呢 因为如果是比800纳米还多的话 它一个光子能量不到1.5电子伏特 它想在我们这个脑子里面 产生足够强的电信号 就很费劲 所以说红光让人烦躁 所以说交通灯 红灯停 结婚这一天 要穿红衣服 这个为什么 身上人烦躁 就是把一个人送入地狱了 不是 就是结婚这一天 这一个女孩新娘子穿了一身红 你看她一天 这种烦躁 她刻的很印象是深的 它是要加深印象的 它就是叫强调 对 就是强调 反过来 为什么我们看短波只能看到400呢 是因为到短波到400的时候 每一个单个光子就是能量 就是三电子伏特 是可以把我们的肉打破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到海边 快靠近尺道 就到中国的广东福建 它那个海边的阳光就动辄 就把你皮肤晒伤了 它单个光子就足以把你的皮肤打破 那么我们既然是看 用光来看的所谓的观察 你如果是观察我这一个茶壶 而且是我们人眼变这个细节 这个光对它有什么影响 你肯定觉得这能有啥影响 没啥影响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想象 如果我把我这个东西 放到我的一个真空室里 我研究这里面的一个电子运动 我用我的光去观察它的运动的时候 你那个光本身就是三个电子伏特的 你对我这里面这个电子 那个影响就是大的 你对这个事 你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我想说说数学 就是那个破解费马大定理的 安德鲁怀尔斯 他2005年来过北京 然后当时我采访过他 我采访他 因为我知道我跟他 他不可能完成任何对话 数学 然后我就先做了一些外围的采访 采访中科院数学所的院士 包括北大数学院的张继平院长 问了很多 只有菜鸟才能问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 我问张继平 我说 这个关于费马大定理的解法 有很多人都说自己解出来了 尤其是咱们中国还有很多民间科学家 都号称自己破解了费马大定理 我说那您认为他们是不是 像安德鲁怀尔斯一样也解开了 只不过是殊途同归 张继平院长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关于费马大定理的解法 数学界有一个公论叫 凡是能看得懂的都是错的 对 后来安德鲁怀尔斯来到北京 当天晚上这个中国数学界的那些大拿 请他吃了顿饭 在座恨不得有什么七个院士 什么两个什么院长 我是作为拉低那个智商的 我有幸也自己参加了那个 我发现他们什么数学都不聊 是 数学发展到现在 不要说咱们菜鸟 他们之间彼此的领域都有可能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没有 就是说 他不和你聊数学 或者和你聊数学 都问题不大 就像比方说我和你聊物理 你不是我们这行当的 对反正就是我信口说了对与错 我错了也不尴尬 但是如果你和你差不多的 同分量的同一领域的人 聊的时候 这个一张嘴 人家知道你没有 这是很尴尬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所谓的大拿门 这个不聊的原因 但是其实 聊与不聊 还与个人的 怎么说品性有关系 personality有关系 我正好提到我们量子力学里面 还产生一个重要的单位 叫 就关于聊天 你不是老是聊聊天节目吗 聊天 对 我这本书的作者 就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创始人 叫迪拉克 迪拉克公式 迪拉克公式 迪拉克方程 对 但迪拉克还是一个单位 迪拉克 一迪拉克等于每小时一个字 聊天 对 咱们今天很多迪拉克 都是迪拉克了 因为迪拉克这个人是 沉默寡言的一个人 所以说有人开玩笑 就是迪拉克是这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大家就说 用以迪拉克来表示一个人的 这个善谈的程度 但是我当时采访安德鲁华尔斯的时候 我想安德鲁华尔斯 他是明星级的数学家 对 他当时那个在牛顿大学 不是在牛津大学做的那个演讲 真的上了那个大报的头版 为什么呢 我后来想 是因为费马大定理 是一个普通人能明白的定理 那么数学界 不是那个说什么20世纪代解的 20大数学难题 七个世纪问题 对 其他数学题 你不要说去解了 那个迷面 就你听不懂 你已经听不懂了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问题 你听不懂 对 所以我就发现 我们菜鸟干什么呀 我们就绝望好了 我还没有绝望 我自己觉得 我在努力 对您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观察会不会影响这个 就是这个事物 其实它确实是像曹老师刚才讲的是 所有的观察 你都得用某种方法去观察 就像用西瓜刀去切西瓜一样 它每一个这个观察 其实都是一个操作 就是看这个操作本身 跟您这个本身的这个波函数之间发生的这个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观察它不能叫做说是我改变了你 而是说我如果没有这样的操作 我是不可能知道你是什么状态的 就是在如果我在我们人类没有这样的任何的操作情况下 这个宇宙它的宇宙的波函数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永远永远就不知道 它就处在一个不知道的状态 我们所有对于宇宙的了解 它其实都是拿我们自己的某种方式的去作用在这个宇宙上 你说我们不懂数学就不配聊这个事 但是呢 我是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 要不然大家说都有三观嘛 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宇宙观呢 对吧 哪怕是任何一个行业的人 你以为没有 实际你是有的 但是我认为 比如说像曹老师拿的这本书 我们一个字都看不懂 但是它的作用就叫让我们感觉到叫不明觉厉 它的价值就是让你老实一点 天外有天 就让你老实一点 我觉得这就够了 我觉得这就够了 今天必须弄清楚什么叫量子 别聊量子 聊了半天跑题了 不知道聊这什么叫量子 这个量子我们首先说就是 它实际上就是英文就是这个地方叫quantum 这是一个拉丁语词 其实就是多少 你买东西问 多少钱一斤 多少钱一个 那个多少 对 它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词 那么量子 为什么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时候 变得奇怪呢 它是这样子 就是 比方说对于许多的东西 一开始我们认为是什么 我们认为它是连续的 比方说水 我们过去都一种叫抽刀断水 水更流 那你意思是什么 你认为水它是个连续的 对 那么你像一开始人类这个发现电的时候 它也是一样 电流 说电流的概念 你看它都是什么 都是个连续的概念 那么 慢慢的 人类才认识到 电流 电这个东西 它有个最小单位 基本单位 就是早像我们穷 像我们小时候穷的时候 我们是对人民币的量子行为 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人民币的最基本单位是什么 是分 分 一分钱 一分钱 你会发现那个量子的行为 就整天出现在你生活里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那时候 供销社卖金属的针 你不要开玩笑 金属针是一个工业品 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而且不是哪个国家都会做的 就今天也不是哪个国家都能做 这好多一针 好 那个时候针 冯一针是非常高级的工业品 对 但是针经常会有个价格 两分钱三根 两分钱三根针 那么你买针的时候 就遇到量子的测量 一分钱呢 你不能买一点五 一分钱 人家不干 人家收货员不干 一分钱 它只卖你一根针 但是你要再攒一天 有两分钱 它就卖给你三根针 针是量子化的 这就是量子化的 你的钱是量子化 就叫不可分 不连续 对 那就对我们 对我们这种土豪来说 虽然人民币的这个基础单位是分 但是我们土豪不在乎分了 对 所以说你这就是大量行为 大量行为就是一个经典行为 说就像一开始我们连一研究电 是到这个电 哇塞 8MP电流 说给你充电充四小时 你还管它是连续的分离的 你不管这事 但是物理学家慢慢的 我这研究分子带多少电啊 那么多人说突然发现 哦分子 它是带一个单位两个单位 因为到1897年的时候 人类就发现了电子这个东西了 嗯 一个叫杰杰汤姆森的 所以后来杰杰汤姆森也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所以说我们发现电荷是用基本单位的 是一个一个的电 就像花生米似的 对 你远看这是一盘子吗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光量子 光量子的假设 1900年的那个意味着量子力学的诞生 量子概念的诞生 量子力学的概念诞生要到1924年 就是光也是一份一份的 原先我认为光都是连续的嘛 对不对 现在我认为光也是 一个一个的 能量是一份一份的 记住能量一份的一份的 不是说空间放的位置是一个一个的 你不要 是能量 能量是一份一份的 并且这一份一份是和它的频率称正比的 你看曹老师刚才像我们俩菜鸟 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大概用了3000字 其中大部分都是翻译 但是如果他要跟你 你们俩有共同的这个知识储备和基础的时候 他刚才说这番话的时候 他多少次就够了 可以不用那些比喻 对 这些比喻可以省了 我们可以直接聊 我们需要比喻 文韬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 你看日常生活里面 谈到这些学问的时候 重大的差异 就是说 就是我们不是错误 或者是不足在哪儿了 就是很多人就拿了一个 就是说光能量 有能量量子产生量子力学 然后就是很多不对 就是说不是光有能量量子 这件事情让人家普朗克这位伟大 是告诉你光本身有 假设光有能量量子 还得假设这个能量量子 正比以频率 然后用它能得到一个 黑黑的炉子里面 比如炼钢炉子里面 那里面的不同能量的光 随波长怎么分布 这才算引入了量子力学 量子的基本概念 黑体辐射 你看光知道这词咱就去教 这个因为我刚才也是尽量避免 像波长能量这样 波长频率这样的一些词汇 但其实有波长有频率 就说明这个光 你已经承认它本质是波了 就是它用这个概念 只有本质是波 它才有这个频率这个概念 它说啊震动 震动到底有多快 它所以呢 它就是这个光是一份一份的 就像这一个一个颗粒 但你说这个豆 它的频率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它真的就是 我们认为平时这个豆 这哪有频率 但是光呢 它就是既有这个频率 但是它又是一份一份 这个是当时引起了很多人 就是混合 最开始混合的 这是不是叫石破天惊的一个想法 也没有石破天惊 因为我是看牛顿的一个传记 它大概的意思就是 牛顿之所以能成为牛顿 并且它的这个科学成果还能够 是因为当时那个社会已经形成了 叫知识共同体 对 它的那个整个那个体系 能够让它 你说要有人听得懂 得以确认 得以传播 得以 就实际上一个 一个这种新理论 它能让人接受 第一是当时的人能听得懂 第二是你能很好地解释 当时的各种各样的困惑 而且呢 你还跟之前人们已经确定 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 没有矛盾 你把原来的能解释了 还能解释现在的困惑 还能够预测一大片新未来 我觉得还是物质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 您知道吗 我去为什么觉得这个事 对我非常重要 因为 我觉得我活着 得对这件事 有个了解 比方说 固体 什么是固体 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肉体 比如说你看我在学物流 我才知道 你打我一拳啊 是电磁力 对对 是电磁力 对 就是你知道吗 你要把你 你看我现在有的时候 闭着眼睛想 我的身体是什么 假如说你一下 说说说 你缩小到一个粒子 那么小的时候 那么你知道 你想象的组成你的最小单位 就像现在咱们讲的什么 普朗克尺度也好 就是说物质的本质是什么 你看啊 他们讲现在 就像您刚才说的 到了最小的单位 不是有个米粒 没有这么个东西 没有这个实体的东西 它只有三个性质 对 这一个叫自旋 对 一个是带的核 一个是质量还是位置 是吧 对 质量也叫位 对吧 就是这三个性质 还有色合 它是个数学 我们就是有无数个 这样的最小单位 色即是空 对对对 虽然我不能说 你不要这个 你拿一些佛经去比赋 我觉得那个也没太大意思 但是我觉得 我们好像 反正我对这个特别好奇 就是说 我们是由 就是说 它是能量吗 就是所以我说 您研究这么深 就是组成我们的最小单位 它的本质上是没有这个 是个能量 是吗 是个 是股劲 是股劲 不是个东西 不是 是这样子 两千多年纪 就是像你这想的 我这物质本源到底是什么 比方说他们 古希腊人就会提 它是不是由原子和虚空组成的 原子是什么呢 原子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可切 不叫原子 对对 TOM 就是不可切 不可分割 不可切 不可切是啥样子 什么东西 不知道 就17世纪初 从伽利略开始 算有现代科学 你其实你会发现 它是一点点 就是你看 有波伊尔 一个叫盖铝克的人 发明了打气筒 发明了打气筒 对我们的科学 是进步是非常大的 那对 那多少人 七字银圈啊 不是不是 我说对科学 对对对对 打气筒的一个事情 是让我们认识到 这个空气 这个如果你把它 真空啊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啊 我的气体的压力 是可以把水 顶起来十米三高的 你如果 有一个玻璃罩子 你能打气筒 把里面气抽出来 然后你的玻璃罩 这边放一个金属板 这边放一个金属板 两边一通电的时候 这里面故事立马就多起来了 嗯 你把这个气往外一冲 对 抽抽是 抽到定出的时候 突然这地方发现 这气亮了 日光灯火 亮了 但是亮了 你会发现 亮了 它不均匀 它靠近腹肌的这个地方啊 嗯 它有一段是黑的 嗯嗯嗯 对对对 你注意的 我们家的原来那个 灯火丝 然后你它使劲再往外抽 嗯 它发现这个亮 这个暗的这个地方 它往前涨 就是你气抽出 气压越来越低呢 它这个黑的往前涨 嗯嗯 那这时候问一个问题 那涨到这头是不是就就整个就暗了 是啊 不是 发现管子暗的时候对面电极亮了 电极怎么亮了 是什么东西让它亮的 诶 这时候就是 你在中间如果放个小小小那个小风车的话 嗯 你发现那风车能跟被它打的转 哦 这就是发现电子的过程 工业革命就 哎 发现电子的过程 不 这个地方你看好好做的时候 你又说错了 不是不是不是 就像我一样 这就是一个漏电的过程 但这个还这个还没到这个怎么产生量子力学 但是我知道这个管子里充热器 把气筒光也抽一点 加电压的时候它发光 我能做灯 但是物理学家会换一个东西看 他在这个灯后面 他要加这么一个三角P状的玻璃啊 它叫棱镜 嗯 透过这个这个光发出光 透过棱镜以后呢 他发现这边光就一条一条线 这个就叫光谱线 这是量子力学的一个起源 1885年前后啊 我们有干净的氢气 干净的氢气的时候 把这个氢气冲到这个玻璃管里面 去做灯 嗯 做灯以后呢 它也亮 结果呢 你用这样的一个三角楞 住这么一分的时候 发现就四根线 四根线的话 那么对科学家来说 说你现在给我找出这四根线的规律 你不能再说 找不出来了吧 情缘子能挤 我给你们看书里这个 你看这就是情缘子能挤 现在这个这张图现在拍你能看着六根线 早先一开始只能看着这四根 哎 一开始只能看着这四根 对对对对 这四根 后来的这个调形码就来自原子光波 哦 调形码变成二维 就现在我们的二维码呀 你以为这些东西 这都是影响我们生活的产品 实际上要是不理解 就是没有量子力学的话 万事万物的这个发光 我们都是不懂的 都不太理解 因为就是每一样东西 它为什么是这个颜色 这个是绿的 那个是黄的 它其实都是涉及到 它里面的原子分子能挤 就不是说上帝说要有光 而是说上帝说要有量子力学 那个刚才文涛老师讲说 就是特别关心说 我们看的就这个世界 它本质到底是什么 然后原来就薛定谔 他其实有过一段描述 他好像也是引述另外一个科学家描述 就是说在物理学家看来 就是这全是空空的 这个硬的也没有 然后这个颜色也没有 然后气味也没有 就是我们认为生活中的这些性质 说这个花花绿绿的 然后这本是硬的 这个摸着软软的 这些都没有 这个往这一支 它是虚空支着虚空 然后只有中间 是这样的 所以确实是这样 当你学这种物理学 它学到深处以后 发现它都是这个同样的基本粒子 而且就只有这么几种这个基本粒 在生活里面我们能感受的 也只有电磁力和引力 然后把这些全都给划归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的人 靠我们自己的这个头脑和意识 建构出了一幅 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 关于世界图像 就是我们这个关于世界的这个图像 是我们的建构 就我们的世界观 是我们大脑想出来的 然后所以其实真的就是 这个桌子 它有桌子的这些原子 有这些力 我们跟它有这个电磁力的相互接触 然后呢 我们在头脑中建构出 这应该是这么一个东西 对所以其实确实是 物理学学到深处以后 它就会和我们人 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有关系的 当然这我也不喜欢那种玄学 说那个一些 我的说法就是什么 就是物理学家 就是中国古代早就有 叫子不与怪离乱神 就是论事 就是公式说物理 但是为什么现在量子力学本身 还有绕不过去的很多地方 这有什么 经典力学你不懂得也多的是 它已经应用了 应用到那么广泛的这个领域 对 你这么想 人类有近代科学 从伽利略算起 到现在 满达满算400年 关于我们这个宇宙 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什么奇怪 老实点 不奇怪 就是不理解 不奇怪 是这样的 就是以前 从我妈妈小时候 她就一直有一个担心 哎呀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科学发现 都被发现完了 以后的人干什么呢 然后像我们上学的时候 也给人一种感觉说 科学家发现了 这发现那科学家解释 就好像科学家 把这世界解释完了 但实际上 真正在科学领域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前沿的概念 就是知道的越多 不知道的越多 当你真正站在这个科学的前沿上 把人类的认知往前推的时候 你会发现 推大一圈 天哪 那么多问题 到底问题更多 对 所以那现在只能说 我们的这个前沿领域 比原来扩大了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就更多了 比原来这个2000年前 大家感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都多了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也用得很好 这个没问题 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个没问题 这个就是说地球上产生了人 并且人在相当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这个世界 确实是很神奇的事情 很神奇 非常神奇 然后前两天我其实看到一个事情 我还挺震撼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叶绿素 叶绿体叶绿素 它其实是怎么吸收的这个光 然后产生的这些 我们外事外物的这个吃的东西 它其实是有一个量子力学的过程 但是实际上呢 人在完全不知道这个新发现的时候 我们这个叶子也已经 也不耽误种庄稼 也接收了太阳 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些知识的时候 你会发现 农业就不是从前的农业了 我可以借你这个舞台 向我们的社会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们刚才不提到 我们现在是工业化时代吗 工业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就是农业的全面工业化 农业的全面工业化 不是说机械的使用 就是包括生长过程的操控 就是我对庄家的生长过程 我要从微观层面上 微观层面的农业 到电子层面上我要操控 对呀 很多呀 我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将来会发生的 比如说传说中的量子计算机 说是比现有最大的超级计算机 它要弄成了的话 它就牛多少多少倍 但是您量子计算机 现在到底造出来没有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这个方面的研究 但是我想说呢 就是这个方向的探索 可能有一些方面 可能还是夸张了 这和当初这个量子力学钢产生的时候 可能把人觉得很惊讶 我们这种菜鸟老关心那个结果 或者那种效应 对 我觉得黎曼假设也是 黎曼假设我看不懂 我就能看到说 如果黎曼假设解决了 那么人类将迎来星际旅行时代 我就知道 我们回到这个计算 就是说一开始 比方说我们用一个量子算法 针对了一个问题 然后呢 说实现了量子霸权 对 你比如有一段时间 刚开始用量子霸权这个词的时候 其实呢 你看很快我们 这个中国科学院理论研究所的一个 很年轻的研究员张潘 他们就用经典的这个一个算法 就是把这一个就比下去了 Science杂志是正式承认 就是一开始 就是特定的指的那个 就一开始宣扬那个量子霸权 那个算法 实际上是 就是说是 就从角度来说 就从计算速度来说 有效性来说 那么张潘他们的这个 一个经典算法实际上是优于他的 就是说没那么邪乎 这个量子计算 它实际上从原理上 我们原来也大概知道一下 它比经典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就刚才那个比喻 文涛老师读完节目以后 他比如说这个想去找您的一个同事 然后他有可能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任何一个角落 那我们经典的如果算法不好的话 你要自己一个一个的去这个城市里面 每一个场所全都便利一番 才能找到它 但是量子计算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由于您是波函数状态 您出现有一切的可能性 然后呢您这个波函数在这个城市里面一扩散 然后这个波函数就直接在某一个地方遇到了它 然后您就静止的就过去了 这个是说量子计算 它是说这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基本的这个量子 它有好多个态 这好多个态可以同时开始这个搜索 然后直接就碰到那个正确的 其实当时就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植物叶绿素这个事情 为什么挺震撼呢 是因为那个作者他把这个比喻成一个量子计算机 他说其实你像比如说这个一个光子打过来 产生了一个电子机子 然后他如果是一个随机行走的 我到处走走走走走 我最后找到那反应中心 这个过程一定会损耗到非常多能量 你想随机行走嘛那都浪费了 但是实际上叶绿素 你从这打出来到那反应中心几乎是百分之百传过去的 他说这个怎么传的呢 就是他实际上是在所有的那个可能性寻找 然后呢他直接就找到了那反应中心 啪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这就是量子计算的原理 我们对量子计算表示惊讶呢 其实没道理 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物理过程本身就叫计算 你看啊 我们在说计算之前 我们是不是有计算机 对 那计算机又怎么实现的 它也是半导体器件 其实我们过去就学的电感 电阻电容 那上面通电的过程就叫计算过程 就是因为我们用通电的过程 就可以实现加减 逆 实现积分电路 微分电路 所以说我们能够用半导体的器件 我们说的是经典半导体器件 能够做出来 今天我们已经用的很爽的计算机了 其实就会告诉 就是说 但是只是这话没有人去给我们一般人说说 其实就是物理过程本身的人家就在计算 就是计算 这本书 您拿来的量子力学这本书是1981年第一本 现在已经41年了 它还稳如磐石吗 这里面书里面肯定还是稳如磐石 我想你要既然你翻这本书 我想提到这本书 就是我量子力学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教育问题 应该说量子力学 就是说它起源 就是近代的事情 它每一件事情都记录很清楚的 就1900年 这个什么能量量子这个概念 这个1924年 这个提出了量子力学这件事情 1925年 那个谁 这个波恩和海森堡的这个矩阵力学 1926年徐定谔方程 1927年的这个 波利方程 1928年就是这个迪拉克方程 相对论量子力学 相对论量子力学方程 1928年 就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那么这样的一个学问 如何传入中国 你会发现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之所以今天把它带来 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我当年用的量子力学 量子学就用这个课本 你可以翻翻这个 就是满页都是公式的 这是曾经岩先生的 那么这样的一本书 应该这本书在中国的印量 是非常大的 后来曾先生又写了新版 我们也学了曾经岩先生的教材 你之所以你也学那个 因为他就没有别 几乎没有别的教材 那么这个教材是很难的 就是客观的说 我上大学是学这个量子力学 一上来用这个课本 我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 对 为什么呢 就是一方面就是 如果我们要是说这本书的话 他没照顾到我们初学者的水平 但是反过来说呢 也不能怪人家作者 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学量子力学之前 经典力学是没学够的 我们的热力学里面 根本就没把那个热力学的 就是主方程 凯蒂尼方程写成 普朗克方程的形式 那是量子学入口 经典力学我们也没学到 凯蒂尼的亚科比方程 六哥 我看你提出了个问题 是让我们更绝望的问题 没别着急 但是我们国家要做这件事情 对 好 说这本书告深了 那怎么办 还有说要 当时我们甚至是功能兵学员 说一定要让我们的功能兵学员 能学懂那样子力学书 说我们北大呢 又有一位老先生 叫周世勋先生 又写了一个特别薄的 说努力让我们的功能兵学员 学懂的量子力学 那么这个实践可行不可行呢 我的判断是绝不可行 因为当你把公式抽了以后 把你把东西内容也变简了 事也变简的时候 就有点像什么呢 我本来想买一个马沙拉蒂 结果你就是一个科特带四个咕噜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不用特别的一说 数学工具就觉得特别可怕 但其实就是好的数学工具 是那种你学懂了以后 它能够把很多本来说的 云山物罩的东西变得简单了 简单清晰了 非常优美 比如说什么呢 就是小学生 他在刚开始三四年级 做基础同龙问题的时候 其实很绕 他得在头脑里面绕来绕去的 很聪明的孩子 把那些基础同龙问题 都能够算清楚 但实际上 但凡你学过一点方程 你列一个G等于X 2等于Y 然后所有孩子都能解得出来 还有一个著名的问题 就是这个所谓鬼魅般的 这个超剧作用 对吧 连爱因斯坦不是都大获不解吗 就是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 我先说我们文科生的这个角度 心灵感应啊 是吗 你觉得能这么打比方吗 我现在我能想到 三百亿光年之外的一个星球 我马上我的意识就到了 是这意思吗 或者说那个 他跟我没有任何 这个我在科幻小说里面 其实写过这个情节 就是跨宇宙的 传播用量子纠缠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在于说 这个能纠缠的量粒子 不是说咱俩身在身上的粒子 就能纠缠 这能纠缠的粒子 它在一开始 就是从他们可能出生的时候 就要纠缠在一起 然后呢 你给它拿到三百亿光年之外呢 它还是有超距作用的 但是呢 这个粒子 它如果在中间的过程中 就像您刚才讲的 说遇上了测量啊 或者遇上了其他的这些反应啊 它这俩纠缠可能就被破坏了 它又没有作用了 所以那这种情况下 除非就是宇宙到大爆炸的时候 你说所有的粒子 在当时生出来的时候 全纠缠在一起 然后呢 到了今天 它还有没有这个相互作用 这个说不好 但是起码我们日常生活中 人身上 这个别说是您跟我身上了 这个我自己身上这些粒子 它也没纠缠 它纠缠不到一块去 这个是得是要制备的 就是非常特殊的 这样一堆纠缠粒子 才能够有这个相超级作用 这个超级作用是存在的 这个科学家其实 那这个能够纠缠的粒子 制备它的难度 其实不难 但是你让它在这个传播那么远 它还没跟其他粒子发生关系 这俩还纠缠着 这个其实还挺难的 对 但是问题是 他们是怎么传递消息的呢 这是一个书写 不 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理解纠缠这个事情 我得理解它的反面 什么叫不纠缠 就是说我们量子力学里面 谈论在量子纠缠 就是我们会用一些图像 对吧 比方刚才说 打比喻说 袜子都是 一反一正 一反一正 手套 它就是纠缠探 说你今天要出差的时候 有一只忘了 说你到了外地出差 说一打开箱子 发现就这一只了 但是因为你有这一只 你立马就知道家里那只是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什么 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 就是所谓的鬼魅般的超级作用 其实这种东西没什么意思 就是说 它不是科学里面严肃对的问题 其实用两个人 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纠缠 很容易理解 就是咱俩出去吃饭 完了以后 挨挨制 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说明呢 我们只是一个朋友 没有什么 没有纠缠 没有什么纠缠 可是两口子出去吃饭 你挨挨制 你有病啊 你家里那钱 本来也是按照法律规定 是属于你们俩的 对 怎么个 就是你分不开 我借用您刚才说 那手套那个例子 那个可能更能看出 这个纠缠 它的就是有些奇妙的地方 在哪呢 在于其实量子和经典不一样 经典的是 这手套是个左手的 在开箱之前 它就是左手的 你开箱它就是左手的 但量子 刚才咱们也说过嘛 它跟测量有关 就是这个 这个手套 你在打开箱子之前 你不知道它是左手的 还是右手的 在那个打开箱子 那一刹那 它变成左手的 或者是右手的 就是它是跟你 这个 就是这测量有关 它有一定概率是左手 一定概率是右手 但是呢 量子纠缠的 它的一个奇妙的地方 就在于说 你开这个箱子的时候 这个它是左手的 那边就是右手的 它有一半的概率 这边是右手的 那边就是左手的 它确实是会 好像是 事先不是定下来的 而是说这个 即使隔了三百亿光年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就是唯一是这一个 我给它发明了一个 就是对电子行为 就是就是袜子 肯定不是表现不出 这个行为的 对对对 但电子会表现这个行为 并且呢 我费了老劲 把它类比了 是让大家都能听懂的 它有多神奇 你也该跟我们说 我给你讲一下 你看我们开高速的时候 高速旁边就有个叫 服务区 我们到服务区 主要是干嘛呢 其实一个主要的地方 是什么 去上厕所的 上厕所 上厕所呢 你看我们这个人 人要贴个标签的话 人有一个标签叫性别 对 这个性别表现出 两个分离的值 男性和女性 要不是男 要不是女 对不对 好 那么你看我们的经典的 这个人这种物质 人这种存在 带两个标签的 就是标签可以取两个不同值的 可以取男和女这个值的 它的行为是什么 这一个入口进去 这边有两个出口出来 对 我要是把一对男的放进来 你会发现他这边都只能从男这边出来 女这边出来等于零 对 对不对 对 如果把女的这边放进来呢 这边是男的这边出来 就是等于零 女的这边出来很多人 对 这是我们的世界 对 新变 电子不是这样子 嗯 电子 电子的 假如说 我们电子啊 自旋 分上下 我们也把它解释 我们的电子也分男女 嗯 好 我这个男女 我这从这边 卫生间给放进去了 对 他这边呢 男的出来呢 几率占50% 对 女的出来占50% 这没问题 对不对 对 好 现在我把这个 这一拨男的我都拽出来 嗯 又给他放到这个卫生间 从这边进来 对 这边出来你会发现 还是男的占50% 女的占50% 那不是男的吗 他不是 他出来又有 他这个性别不具有定义性 就是说 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 我在这个服务区是男的 我到下一个服务区 我也还是男的 对 对于我的电子来说 电子的自旋行为 它是要用一个三分量的2x2G 这种描述的 它不是平常的我们这个数 电子全是东方不败啊 不是 全是东方不败 就是说 他会在每一个地方都会表现出 上下 但是上下是指的一个特定方向 你看到上下 正确描述它应该在三个方向上 用三个2x2G这些描述 所以说 当你在这样的一个 一套这个选取机制 就是卫生间 嗯 你得出来这个电子 出来一波男的一波女的 你给我放到另外一个地方 或者放到另外一个 或者是局域的 但是在和刚才这个卫生间 垂直的方向上 一个卫生间里面的时候 它到底算男算女的时候 取悦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的身份变别 这个它还恰恰不是东方不败 没有一个东方不败 它恰恰没一个是东方不败 它是要么是男 要么是女 然后下一次测量呢 还要么是男 要么是女 从来没有不男不女的时候 嗯 这就是所谓 这就是电子的行为 就是 叠加态 对叠加态 它叠加着 所以 所以波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波函数就告诉你是 50%男 50%女 然后你把波函数写上 是50% 50% 是这样的 你知道就刚才 我跟你说的意思 问题在于就是左右手套 问题不是说 因为你没打开它 对 才不知道它是左的 而是你没打开它的时候 它本来就是 既是左的 右是右的 只能说概率 对 就在你打开那一瞬间的时候 这个概率叫坍缩 对 一打开 那个概率 啪就变成只有一个 你确定的 对 然后纠缠的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你一打开它 这只是左 然后那只立刻马上 背缘变成 这一点就是要告诉我们 就是说 这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东西 就是 这是电子的一个 叫自旋的性质 自旋的性质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 是很难找着 合适的类比的 对 这个我看 有一个东西啊 可能叫 数学理解 或者说是物理理解啊 我问过很多物理学家 我不知道你们 因为你们也应该是 跟我们一样的人嘛 对吧 应该一样 对对对 我记得我有一次 也跟那个邱生彤先生 他在一个仪式上 我碰见他 我就问他 他那个不叫什么 比度什么秋吗 就是在吉北关世界里 有什么 其实卡拉比流行 对对 反正他的一个数学发现了 那么涉及到这个六维 六六维 就是在最微观的这个世界 什么六维时空 我跟他讲 他也是跟我讲比喻 那么我就问他 我说您能从直观上理解 您的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行吗 流行 流行 他说就是 他说这个超出 来自 陶渊明那时候 是杂然 负流行 其实就是多变量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你所说的那种普通人 直观上的那种理解 他说我也不能理解 那是个什么 但是我在数学上计算 它是个什么 所以我就说 难道你没有这个好奇心吗 当你说到 电子的这些行为的时候 你有没有回到 我刚才说那个问题 那么 这是什么 我们可以用抛力矩阵描述 可以用那个SU2代数描述 不是就是说 他叫SU2代数 对就是说白了 还是爱因斯坦说这事 就相隔一百亿光年 是什么 使他们 这叫 没有这些事情 怎么就没有这件事情了 对 这是所谓的 都是这个流行的 所以关于这个 纠缠这么 这也是错误的说法 我们也没说错误 就是说怎么说呢 它不是严肃科学本身的东西 这个 只是方便让我们这种小白的 不是 怎么说呢 就是关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我们的社会上 会有人发展出很多 针对外行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在严肃的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书里 是没有的 那文涛老师的意思是说 这些数学的东西 到底普通人怎么理解 其实刚才 回到咱们刚才说过的 那个建构观 就是在物理学家 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 它都是我们大脑就建构的 那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是长宽高 所以在我们建构的时候 我们能够感受到 直观感受的图像 它就是这种三维的 那这些东西 是我们能看见的 我们在脑子里面建构了 我们也只能想象这些东西 所以数学的好多东西 你就是 就直观上想象不出来了 但实际上 我们人类大脑 能建构的图像就这么多 可是实际上 数学或者科学能够告诉你 这个宇宙是这么多 那你不能因为自己直观上 想象不出来 就不去探索真正的宇宙的本性了 所以说我们有数学语言 是拓展了我们的能力 数学语言 它是我们真正去探究 宇宙本质的唯一的语言 因为它是给我们一种 能够去建构那些 你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你就用数学语言去建构 所以那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就是普通人 把数学语言当成一种语言 就真的是去理解 当你看到这个迪拉克符号 就不含数迪拉克符号 你就会觉得 这就是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其实就一下子会明白很多 它就是一个东西 就像您问说 本质是什么 本质就是那个 不含数那个 迪拉克符号 这个数字 一二三四 包括零 大自然中都不存在 但是我们现在的思维已经 基本上都已经有了数学思维了 1928年的时候 迪拉克写出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就纯数学的 是相对论量的理学方程 但是 这个东西写出来 我就需要解释它 结果竟然就能够让世界里 冒出一个新的概念 反粒子 反粒子是出自这样的一个方程 你能想象吗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数学这种东西 不仅光帮助你描述什么东西 帮助理解什么东西 它本身还是个探索的工具 你写不出这个方程 你是编不出这个世界存在反粒子的故事的 通过数学 帝拉克在1931年编出了 说世界上也许存在反粒子 反粒子怎么理解呢 就是我们说电子 是在一定质量 自旋 说一份电荷 副电荷 但是呢 他说也许世界上还存在另外一个例子 质量和它相同 自旋和它相同 但是电荷和它相反 反粒子 就像世界上现在有另外一个人 也叫窦文涛 身高体重跟你差不多 他是个女的 哦 就是如果我们世界始终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用同样的身份证号 同样姓名的一个人 有一个男的 必然还一定要有个女的 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奇怪 对啊 对 但这反粒子的世界来 不是科幻小说家下编的 而是在1928年写出这个方程的时候 在1931年 要解释这个方程本身 必然下编出来的 但是证明它存在吗 对 到1932年 我们证明就有了 所以1932年 卡尔安德森证明它存在 卡尔安德森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就是当时还能够说是 通过一个公式 然后推导出一个 没发现的一个世界 然后很快还就证明了 但是最近这几十年 就越来越难 因为像那个贤理论 它其实就是关于这世界 基本构成是什么 认为是贤或者魔 就它也是数学概念 但是呢 其实现在就已经开始 我们有点证明不出来了 然后刚才关于那个纠缠 其实最近这些年 有一个这个很热的一个理论 叫做ER等于EPR 它就是说量子纠缠就等于虫洞 这个真正的那个 两个纠缠的黑洞 它其实就能开启虫洞 那这个呢 理论其实在天体物理和基础物理 这两年其实就挺多人讨论的 但实际上这种理论 它那个再怎么 真的能够观察证明出来 可能又要好多好多年 也许一百年才能证明出来 可是现在呢 就因为有了这些数学工具 就一步一步的用数学工具往下推 就已经能够把人类的认知边界 推到一个远远超过了 我们能够观察的这个小世界范围 就推到了很远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 就是一旦开始有了这个数学语言的认知的 这个这个想法以后就会发现 能够人类往前走的距离 就比原来要远的多的多的多了 而且真的就是在数学里面 这些也是连续的 像那个薛定 这个实际上是薛定恶方程 就是它是一个薛定恶方程的变体 薛定恶方程 它也是从分析力学那边过来的 它其实就是从分析力学那边 就是这么个东西 哈密德尼亚那个波函数 等于能量成于波函数 然后又把这个东西又都写成 薛定恶方程的那个形式 薛定恶方程就出来了 所以其实真正你会发现在数学里面 从分析力学统计力学 然后量子力学 量子变动力学 一直这个量子场子 它就数学里面 它整个就是连续下来的 但是在我们现实中的这些世界 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 整天颠覆 然后整天出现幺蛾子 其实没有 对对 整天很神秘的这样的 数学是科学吗 数学是这样子 我们汉语叫数学 就是关于数 其实数学 这个西文的Mathematics 它是来自希腊语 它不是数学 它是聪明人 聪明的意思 聪明 聪明人干的事 或者是聪明 所以说一个人 如果什么都会的话 我们说它叫Polymath 就是各个方面 你都是跟算数似的 那么数学 这个描数对象 包括什么呢 包括数 包括形 包括形式 集合 这些东西都是它的图形 都是它的研究对象 不是光字数 那么 有一种说法呢 是把数学 Mathematics就是单独作为学科 不算科学家里 我们说 就是说人家是数学家 但是也很多场合呢 也会说Mathematical Science 比如说相对论 就算Mathematical Science 那是相当于用用数学了 有时候呢 说科学家的时候呢 也把数学家包固在里面 但是我个人觉得 数学家还是 它是相当独特的 因为什么呢 物理学的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 一定是现实要有 就是说当我在现实正确的时候 它才是一个合理的 但是数学不用 数学本身 我逻辑自洽的构成体系 这就是好的数学家 数学难道放之 全宇宙而节准吗 是 7月30号 我在今年的中国数学学会上呢 有一个四五分钟报告 那个题目就是用这个谁 刚才这个迪拉克的大舅哥 叫欧耶尼·维格纳的 一个一篇文章的题目 叫数学在物理学中 不可思议的有效性 数学 如果你的东西数学对的 十五八九 它是物理学对的 就是数学是这样的 我们刚开始时候 人类去研究数学 就是去探究本质 什么叫本质呢 比如说你有三个苹果 加两个苹果 是五个苹果 三个桃加两个桃 等于五个桃 然后人们就觉得说 这个苹果和桃本身 不是本质 你不能被它这个 是甜的还是酸的 是大的还是小的 是红的青的 这些东西你不能干扰 你得知道说 这三个加两个 就是五个 这个才是本质 所以这是数学 最开始诞生的 它就是去探究 本质是什么 然后但是后来呢 就会发现 我们很多数学 是从我们表面上 看到的这些现象 我们去抽练其中的本质 但是找到了这个 一些合适的数学表达以后 它本身又能够去引发 很多关于数本身的 这些思考 你像数论 它就是那个 这些自然数 都有什么什么什么性质 那些很多理论 就是纯讨论这个数学本身了 那后来呢 人们就会发现 当你开始纯讨论 这个数学本身的 很多很多性质 讨论出来一些 新的数学以后吧 它在我们自然界 真的能找到对应 对 这个很神奇的 像刚才我们这个量子 留学的这个 电机人这一 迪拉克 他本身应该说 就是英伦的数学传统 你可以认为 他就是数学家 彭洛斯不也是数学家 彭洛斯是大数学家 对 那么他对数学的这个认识 有一个 我给你讲一个意识 就是1955年 他竟然去访问 当年的苏联 就是这个很有意思 迪拉克 那么在 迪拉克 在莫斯科大学 做讲座的时候呢 他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话 叫物理定律 应该具有数学美 黑板上写一句话 那么接着讲 在黑板上 接着写 对不对 那么黑板写完了 怎么着 擦黑板 对不对 可是当他 拿这个黑板擦药 擦这个黑板的时候 主持人们想起来 想不起来 苏联哪个科学家 突然认识到 这句话的重要性 一把爆住 说不要擦 我给你换黑板 这一块写着 就是迪拉克写的 物理定律应该具有数学美的 这一句话的黑板 是莫斯科大学的振销之宝 哎呦 你看他是中央老师 有两个词 丧心病狂和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对 但你想这两个词是 丧心病狂的理工科教育 这点其实非常 不可思议的有效性 对 这个其实不可思议 来源于哪呢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的话 很有可能 我们这个宇宙本身 它最根本最根本的 就是一些数学的规律 然后我们这个物质世界 本身就是按照 那个数学规律 去组合起来的 然后组成了 我们现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 所以呢 那物质载体呢 就物质载体 物质材量是什么 就是苹果或者是桃子而已 对 它其实就 这个是不同层次的表象 不同层次的表象 对 最小的呢 难道真的是数字 就是你认为它是某种 我给你好好讲讲 逻辑链条的极端 就是你现在的讨论问题的时候 你始终在用的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逻辑链条 A前面有个B B前面有个CC面 一定有办法 你的逻辑链条 永远是无群望向前的 逻辑链条是有限的 逻辑链条走到极端的时候 那个地方一定会出现事情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逻辑链条是不可以推的 我是天子 我爸就是皇帝 对不对 爸爸那一辈呢 爷爷是皇帝 他有天积第一的 但是那王朝第一皇帝怎么办 哦 会推到头 王朝第一位 一定是否认自己 那个特别不成细的父亲的地位 刘邦的父亲 当你有一个特别成细的儿子的时候 首先的就要否定你这样的一个成细的父亲的地位 嗯 这说明什么 逻辑链条 有限逻辑链条就会出现跳变 而你刚才习惯的都是什么 你刚才习惯的都是逻辑链条 A能追到B B能追到C 一定好 希望有个完美证明 不是 就是这种 就是老说的 日取一半 无计 有这事吗 我忍不住像曹老师一样说你一句 不是这样 对对对 总结到 对对 说的太好了 这就是 这就是最后我们的态度 态度 学习的态度 你会发现 真是这样 否定自己 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慢慢认识的时候 你会发现真的 为那么两个层次的时候 他会给你surprise 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下去 问下去 对 太好了 这个还是一个 从而是再录二十几个 对对对 这样是啊 聊不完这个 几正描述 微积分房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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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能带理论 TCPIP的协议 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学工具 叫群乐团 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学工具 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学工具 强相互作用 强相互作用 种子里面的跨客相互作用 表现出来的 人生的大限 觉得很重要的数学工具 很好 我感觉不用 收拾一下 然后 第二个数学工具 我还是说实际上它是钙铝箔 贺杰费蛮大精灵的 迪拉克方程 叫自旋 还有色赫 布朗克尺度也好像 一般假设我看不懂 一般假设我一般假设我 不知量起源最后到顶头 泡泥方程 1926年徐定岳方程 2026年徐定岳方程 2026年徐定岳方程 して笑 这样子变动力学一直这个量子长的 它也是从分析力学那边过来的 本节目由给你深度好睡眠的喜临门床垫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 沃尔沃S90联合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中国特香型白酒开创者 斯特东方韵特约播出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